几乎就在同时 弓弦想成一片 乌鸦鸦的剑与铺天盖地而来 其中果然夹杂着数量不菲的诸神剑 但就如天机道人所言 这诸神剑虽然厉害 对力道者所不结界 却是无可奈何 丝毫撼动不得 蓝望鸡道 走 魏无羡 熙熙一笑道 雕虫小记 咱们不必理会 只管往前走就是 那两个蓝家弟子 闻言一言不发 果然抬起担架便走 刚走出几步路 忽然一阵奇怪的乐声传来 尖利 刺耳 魏无羡笑道 金子瑶 这是无可奈何 奏乐给我们 话还未说完 笑容就凝在了脸上 蓝望鸡只听魏无羡大叫一声 蓝湛 一股大力袭来 将自己横向推了一个量抢 蓝望鸡急急回头 煞食脸色苍白 只见原本躺在担架上动弹不得的蓝西辰 手中不知何时多出来了一把剑 此刻一剑正正刺入魏无羡腹部 蓝西辰把剑欲再刺 蓝望鸡急急一掌拍出 蓝西辰手中长剑拿捏不稳 当狼一声落地 整个人也被击飞 撞到灵力球壁上 又弹了下来摔倒在地一动不动 蓝望鸡急忙跨上一步 一把抱住快要倒地的魏无羡 很显然 刚才蓝西辰突然抱起 是要偷袭他自己的亲弟弟蓝望鸡 而望鸡二人在灵力球中 却是相当的放松 魏无羡更是连护身灵气都不曾运转 反正有蓝望鸡的灵力球罩着 根本想不到会变生肘叶 猝不及防之下 魏无羡紧紧来得及推开了蓝望鸡 自己却被刺中了腹部 此刻鲜血不断涌出 蓝望鸡急急急止 点住魏无羡几处大穴 血流慢了下来 蓝望鸡急忙腹药止血包扎 峡谷山坡上 几道身穿烈日炎阳袍的人影站了出来 大声喊道蓝望鸡 你还是乖乖投降吧 你跑不了的 而那两个蓝氏弟子 根本已经惊呆了 蓝望鸡心里怒急 痛急 一手抱起魏无羡 一手缓缓抬起 那只手白皙修长 看起来 根本不像是一个炼剑之人的手 只见那手又轻轻往外一推 地面上的那些箭矢 就此 拳树飞了起来 束手在扬之际 四周顿时响起一连串的惨叫声 下一刻 光芒骤现 一口箭默然出现在蓝望鸡身侧 虚空悬浮 宛如被无形之手掌控 飞出灵力球 沿着峡谷方圆百丈范围镜字横掠一圈 无数惨叫声随之响起 仙剑飞回 又默然消失 蓝望鸡一手小心抱牢未无限 跨前几步 另一只手伸手拎起蓝溪尘 怒喝一声 遇见 去龟庄 走 也管不了预风飞行 会不会让蓝溪尘伤上加伤了 身形拔地而起 以最快的速度直飞龟庄 那两个蓝氏弟子赶紧跟随在后 但哪里又跟得上 好在知道是去龟庄 蓝望鸡回到龟庄时 众人都惊呆了 蓝望鸡更是嘴唇哆嗦 脸色苍白的可怕 天机道人急急检查过后 伸手拿出一个紫荆瓶 刚打开瓶塞 一股浓郁的药箱便飘了出来 天机道人倒出一颗圆润的丹药 上面带着一丝古朴的气息 快 这枚生机造古丹 赶紧给无限服下 那丹药却是神奇异常 胃无限腹部的伤口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长好了 蓝望鸡松了一口气 道 多谢师父 右看一眼依然昏迷在侧的蓝溪尘道 可否请师父看一下蓝氏宗主 众人都注意到了 蓝望鸡此刻并未像平时那般 换蓝溪尘做胸掌 而是用了更为隔膜疏离的蓝宗主 显然 蓝溪尘此次触及了蓝望鸡的底线 天机道人两眼一翻 道 他 有什么好看的 外商衣修都处理过了 金子瑶借迷魂草控魂术 暂时控制了他而已 等迷魂草药立过去 他自然便清醒了 道是无限 至于迷魂草对石海和金丹 都会有损伤这种麻烦时 自然是小事 想必他蓝大宗主醒来后能自行解决 就算他蓝大宗主不能解决 他不还有他亲爱的阿姚弟弟吗 眼下天机道人哪有空管这种麻烦 蓝溪尘和他又没有一毛钱关系 蓝望鸡心里一紧 道 师父 魏英他 他有何不妥吗 天机道人怒道 不妥至极 大大的不妥 这金子瑶可当真狡猾 那诸神剑居然只是迷惑咱们的 真正的杀招居然是蓝溪尘 蓝望鸡蹲下又检查了一遍魏无限伤口 明明已经全部长好了呀 魏英呼吸也很平稳 抓起魏无限的手 搭上麦门 蓝望鸡的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搭在魏无限脉上的手指都抖了起来 整个身子更是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 天机道人道 看出来了 没错 蓝溪尘的那把剑上是有毒的 无限中的毒才要命 蓝望鸡声音都抖得不像话了 可是 师父 魏英已经是个利盗者 怎么还会中毒 天机道人道 普通的毒自然伤不了无限 这个是情毒 他似毒非毒 对无情之人来说 他根本就不是毒 但对情根深种之人来说 却是无药可解的剧毒 见众人不解 天机道人道 修炼弱到原因境以上 肉身强大 对人间百毒 自然不拒 可有些毒他并不针对肉身 这情毒乃是针对人的七情六欲的 若是无限能堪破情观 从此七情不动 六欲不生 这毒便是千年万年也不会发作 跟没中毒一样 可若是不能 则情动一分 毒深一分 蓝忘机脸色已经白得像纸 抱紧了魏无限 浑身哆嗦 心里只有一片悔恨 就因为自己想着 蓝希臣是自己同胞的兄长 对蓝希臣总存着一份血脉亲情 存着一份不忍心 终是害了魏英 魏英到底还是伤在了金字瑶 和自己兄长的手里 他抬起头来 眼神绝望 师父 真的无药可解 天机道人道 懒小子 你可别做傻事 这情毒无药可解自然是真的 可老夫是谁 我无疾门自有办法解毒 只是时间会久一点 嗯 还有 解毒过程中 你最好不要和无限见面 免得他动情独发 加身独性 蓝忘机眼睛一亮 颤声道 无论多久都行 都听师父的 天机道人道 懒小子 这次的事也是给你一个教训 当断不断 其断必乱 有些人 有些事 还是早点分得清一些的好 我们要马上入禁地闭关驱毒 懒小子 该处理的事 你也赶紧处理了吧 懒忘机 如今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金子瑶 分明是利用自己 对蓝西辰的那点血脉亲情做文章 拿着蓝西辰来对付自己和魏无限 而自家兄长 就如前世一般无二 拎不清不说 还心甘情愿被当枪使 如今更是差点害死魏英 有些人有些事 的确到了不得不分割清楚的地步了 当下蓝忘机转头吩咐 蓝宗主既然无恙 就马上送回蓝氏大营 传告天下 怡灵规装蓝忘机与姑苏蓝氏从此再无瓜葛 我蓝忘机与他蓝西辰 自此意在无任何瓜葛 我知蓝 便只是我知蓝 怡灵蓝家便只是我与无限的蓝家 自我们而起的蓝家 蓝忘机又转头对天机道人道 师父 您先带魏英入禁地驱毒 我过几日便来 蓝灵金氏 绝不能放过